宜蘭市百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楊德元 有鑒於社區內沒有公共活動空間 而為協會縣紙棠有一塊屬於私人的所有空地 卻堆積許多回收雜物 缺乏整理造成環境髒亂 理事長透過許多管道 終於找到這塊空地的地主黃敲明先生 經過多次溝通 終於獲得地主黃先生的首肯 同意將土地來借給社區發展協會活化使用 本來這是骯髒淋亂的路索場 我們志工所工市長 把我們的協助把這個環境整理好 第二 三條的感謝我們的地主黃敲明 因為他現在有更多了 他願意把土地給社區運用 比較好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環境 去工創園市長的幫忙之下 來找到一個這麼好的地主 要讓我們社區有一個更好的活動空間 感謝地主 也感謝我們志工所 做友好的結合 我相信未來對我們的白鯉社區 相信有很大的注意 這塊位在鄉隆內占地52坪的私人土地整理得清爽乾淨之後 社區人希望能夠補強相關的活動設施 為此市長江聰淵也前往關切 共同商討規劃未來空間的運用 以及補足相關設施 我們看著黃先生 他自己甘願說把自己的這款財產拿出來 讓社區活用 來做最好的社區 業務體動的結合 所以我們現在地面的整理好之後 我們暗算要跟大家來討論 這是不是要增加什麼好的社區 讓社區不管是市大人還是青年朋友 來做一個最好的活動空間 所以今天來這裡聽出大家共同的意見 之後我們的公所會馬上來做 這關主委的政策 可以這個這麼好 你看房子裡社區裡面 有這麼好的活動空間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幸福 白鯉社區在人口較為密集的社區 在地主無私提供之下 有了空間可以提供給社區辦理活動之用 未來也將持續將空地 打造為以長以右的空間 凝聚社區意識 也賦予空地新的活力 私有地 提供白鯉社區活用 讚! 宜蘭新聞記者石世銘 採訪報導